三等獎獲獎者 吳明 二等獎獲獎者 瑞珍珍 三等獎獲獎 這是什麼决議大賽 太離譜了 住口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敢在這撒眼 我撒眼 你們獲獎人生 有人瞟竊我的設計作品 你確定是瞟竊嗎 你有證據嗎 你說的是瞟竊嗎 你能說的具體點嗎 我是新聞時報的記者 能不能給我個單子 參訪的機會 你怎麼知道 大會帶uana舉行 背後有什麼印印保花 我清計 你是哪位 你是幹什麼的 你說清楚 是誰剽竊了你的作品 那個叫瑞珍珍的 我瓢窃你的作品 这不是瓢窃 看来这里面有误会 不要拍了 记者朋友们暂时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 大家散了吧 不要再拍了 不要再拍了 你先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 身为设计师 我没有做过瓢窃的事 我的参赛作品 确实是我自己原创的设计作品 在你参赛之前 杂志上先刊登了 董设计师的设计作品 所以在时间上 他比你先 我以人格担保 珍珍没有剖泻 因为我看到了 珍珍的整个设计过程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请你不要把个人感情 放在这件事情上 董事长 刚才董设计师说了 在杂志初刊之前 他和珍珍见过面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是珍珍剖泄了他的作品 见面 我跟你见过面 难道你忘了 我们在火车上见过 你还说我的设计作品非常棒 我还鼓励过你 我今天可是第一次见到你啊 我真是看错你了 咋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当初就不应该对你这么友善 你竟然还敢拿别人的作品参赛 你胆子也太大 你以许设计师是谁都可以当的吗 我没有剖泄你的作品 我的设计作品是我自己原创的 珍珍 我很理解你参加比赛 想获得好成绩的心情 但这种剖泄的手段 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我没有剖泄 更没有丢设计师的脸 你知不知道 设计师剖泄的事一旦败露 就很难继续待在这个圈子里 如果外界知道了 你就不能再从事设计行业 如果你想大事话想 就赶紧承认了吧 我没有剖泄 我觉得珍珍不可能剖泄 我们都了解珍珍的为人 董事长 对于这件事情我提一报警 我反对 董事长 如果外界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会给我们公司抹黑的 我想 还是小范围内处理这件事吧 那这些到场的记者怎么办 我会让他们守口如瓶的 媒体不会报道的 董事长 珍珍是绝对不会剖泄的 我们应该马上报警才对 珍珍 你有什么话说 董事长 我真的没有剖泄别人的作品 你还在撒谎 难道等进了监狱 你才肯承认吗 你根本就不是设计师 什么 设计师因为长期画素描 中指都会起很厚的剪 所以手会变得很难看 你的手一个剪都没有 你根本就不是设计师 你根本就不是设计师 那除此之外 你还有其他证据证明你的清白吗 董事长 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证明我的清白 那好吧 如果在规定期限内 你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我们会取消你的获奖资格 同时还会追究你的相关责任 如果这件事情影响大赛的形象 还会向你提出索赔的 是 我明白 嗯 你确定那个人是设计师吗 如果你想问我这件事 是不是和我有关 那你找错人了 那天你在评审室里干什么 没错 当时我是心怀恶意 因为我讨厌珍珍 是她把你抢走的 可是后来我听了你说的话 我想了很久 如果失去你了 我至少还有设计师的身份 如果为了珍珍 连设计师的尊严都丢了 那也太不知道了 我一定会找到 在这件事背后指使的人 我会让他付出十倍 甚至百倍的代价 希望这件事情 真像你说的那样 和你无关 因为珍珍 这几天没有一天是风平浪静的 调查珍珍的事进展如何 这个是夫人和珍珍的资料 这次我可以相信你吗 是的 珍珍她真是 我珍珍 剽窃 这帮该死的家伙 真想让他们嘲笑我全头都厉害 看他们敢把胡说八道 您安静一下啊 陈东 这件事等下再说吧 是我妈突然从巷子里面跑出来的 阿姨怎么可能突然闯入马路中央 这部分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根据司机的话说 她在现场还清楚地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可是她当时没有发现这个人 所以当时我妈出事故的时候 身边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的 社会人被撞之后 在没知觉之前 嘴里一直念叨了一个人 叫刘震 还是李震 当时听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肯定是个男人的名字 根据司机的话说 她清楚地听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 刘震 李震 你们认识的人当中 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刘震 李震 刘震 她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珍珍 谁 快 你快去追 快点 我妈去那个社区 不会是要去找我的亲生父亲吧 珍珍 我怕你担心 有个件事我没告诉你 阿姨去那个社区 其实是有目的的 我妈是在这个地方出事的 这不是我们董事长家吗 是啊 我和明明也是在这里遇见你 这里 跟我们家会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叔叔这几天行为很奇怪 我觉得这家 肯定跟你们亲生父亲有关系 你们来了 过来坐吧 你们来了过来坐吧 这件事的确有点奇怪 你有线索了吗 我要确认一件事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有事吗 是我爸回来了吗 是我爸回来了吗 你今天那么早啊 正好可以一起吃晚饭了 老公 老公回来了 爸 你们怎么会来 有事吗 他又问我一个问题 进来吧 坐吧 你在看什么 过来坐吧 哦 等一下 你在干嘛 在别人家乱看什么 天天 你怎么了 这是别人家 请你注意礼貌 我爸家等你 快去坐 过来坐吧 哦 对对对 那边坐别客气 你来找我 是不是和嫖妾的事有关 哦 不是 那有什么事 请问董事长 您是不是认识我的父母 我也是才知道你是谁的孩子 怎么了 没事 是我不小心 我来帮帮吧 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了 你们继续 你是李明的女儿 难怪 火上有点像 请问董事长 您认识我的母亲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过 那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哎 你想用过去的渊源 来为剽窃的事开脱 我看你想错了 哦 董事长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很好奇 您跟我父母的关系 有什么疑惑的话 回去问问你爸爸吧 他刚刚来找过我 还用过去的事情来敲诈我 我爸敲诈您 叔怎么能这样呢 还有别的事吗 我只想请问董事长 您和我的母亲 你有完没完 我爸不是跟你说了吗 缘分这个东西 真的很奇妙 别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了 我和你父母没有任何关系 还是用心处理剽窃事件吧 我知道了董事长 冯冯 我们走吧 今天都有失礼 再见 爸 我去送一下吧 若杨来找你麻烦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何必自己受委屈 洪丽媛都跟你说了 谁告诉我不重要 以后若杨再找你麻烦 或者珍珍找你麻烦 你就马上告诉我 我知道了 老公 好了 我先回房去了 嗯 珍珍 我 刘总监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 董事长的家 不是普通员工可以随便出入的 我们有事才在你家的 你家有什么了不起呢 陈总 好的 我知道了 刘总监 我不会再容忍你的过失了 自己看着办 你这个女儿 坤姐 有事吗 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董事长怎么可能会是那种人呢 我看这件事 还是交给那个家伙来办吧 谁啊 你是说总经理啊 叔叔 根本不是来找你亲身父亲 他关心的是怎么敲竹杠 这件事还是交给侯卫来办吧 再怎么样 他交进面广又有钱 交给他办肯定没问题 我看时间紧迫 我们还是求他一下吧 对了 现在 我们先去找那个陷害你的人 好吧 一个一个解决 嗯